那时候你说要戒烟 但是你戒了吗 打电话的时候都听到 打火机在那边响 这我不是怕你生气吗 我怀孕的时候 他对我也不好 我怀孕吐得那么厉害 就是给你吵几句嘴 你还不干了 你还推我 我怎么没关系你了 你吃什么我买什么是不是 你要什么让我做什么 然后饭来张口气来 我都送到你桌边上去 你推我的时候 你想过这些吗 你推我的时候 我当时怀着孕 要是流产了怎么办 没留没留 孩子现在不是生下来了吗 不找后账了 现在你们俩什么状态啊 天天这么吵是吗 对 现在因为钱的事 然后再就是 他那个女同事的事 我就想让他换工作 再就是让他 把工资全都给我 好 好 听明白了 问一句啊 当初你们是闪婚对吧 对 你看中他什么了 你看中他什么了 当时我看他挺贤惠的 啊 娶回来之后发现贤惠不 那不做饭也不洗衣服 也不收拾屋子 不是 那吃谁做的呢 基本上都是我妈妈做的 哦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平时挣钱 您刚所是还是不是 对 是 因为他挣钱少是吧 对 因为他挣钱少 我在手机上做一些兼职 我没时间 然后就做得少 行啊 那你当初看上他什么了呀 我当时觉得他挺老实的 现在感觉不老实 总骗我 平时好多小事 都是兜着圈子说 他为啥不敢 直接跟你说呢 因为我们平时 总说不几句话 就吵起来 为什么吵起来啊 因为你太霸道了 什么都在听你的 换工作听你的 孩子什么时候 换衣服听你的 喝多少水听你的 我妈也得听你的 然后就换工作这个事吧 你让我回去去做保险 说保险练嘴皮子 能练好 行 那我就坐去吧 说能挣钱 人家都买楼买车了 那我就跟着 然后你让我去 我就去了 那干了三个月 最后怎么了 最后也没挣了什么钱 还把自己保进去了 给自己买保险了呗 那买份保险 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那皮肥厂呢 还有啤酒厂 那不干公司 不让我干了 就让我去啤酒厂了呗 在那干了一年 又不让我干了 为啥啊 他还嫌钱少 那个公司 他是有淡忘记 淡记的时候 一放假就放三个月 不说了 不说了 就总而言之 你在你们家说话 说了算 是这意思吧 是 你是你们家老大 对吧 是 你是你们家老小 对吧 对 我老沫 老沫 那你为什么这次 就敢把钱 不给他了呢 因为我问不出 多少钱来呀 我问他 咱存多少钱了 不知道 咱的钱呢 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不想让他知道 其实我也存起来了 不是 那你不想让他知道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让他 更有上进心一点 想着多挣点钱去 太自以为是的 什么都是他的对 也就是说 如果这次不是 他来了个新同事 手机上暧昧一下 你还没有警觉呢 对吧 这小子想逃跑 我没有 我真没有 现在问题非常简单 丈夫觉得 家庭岌岌可危 因为妻子的财务 不够透明 再加上这个家庭的债务 和妻子对他 不停提出的高要求 害怕了 对吧 对 怕钱给他一点保障 都没了 是吧 其实不止这些 还有 还有什么呀 还有就是 他不可理喻 他还不可理喻啊 对 那他平时的时候 根本就不和我 一块吃饭 天天连饭都不在一块吃 我说咱俩在一块吃个饭吧 好久都没在一块 说个话了 他都不理我 为啥 天天冷战 我为什么和你冷战呀 为啥呀 就是咱三年的生活 我就总结了三部曲 那第一年的时候是吧 我和你吃饭 然后和你聊天 然后是吧 然后你也吵 你也闹 然后我就心闻气和地和你说 你也 然后第二部曲就是 和你吃饭 不和你说话了 你说什么 然后我就听着 我就不说话了 这是第二部曲 第三部曲呢 然后第三部曲 这是不敢说话了 就是 连话都不敢说了 就不陪你吃饭了 我也不说话 你说什么都是什么 你说的都对 我都听你的 你是永远正确的 我远离你 是这意思吧 一只孩子我自己带 他在另外的屋子睡 不是这样的 是他睡觉比较轻嘛 刚结婚几天的时候就是 他睡觉就特别轻 我打呼噜 然后他就晚上就踹我 你去隔壁睡一下 多久啊 一年 不是三部曲吗 三年 这这就麻烦了 那你们为什么 还要在一起呢 所以感觉现在 特别不信任他 他也不信任我 我也不信任他